我们现在是实体聚会 所以不是虚拟的 我感觉好像是虚拟的 你们在这里蛮多的人 声音好像很小 来 跟你旁边说很高兴看到你 好 弟兄姊妹 我们上一次讲到属灵征战 现在弟兄姊妹 不管你喜不喜欢 不管你愿不愿意 当你信了耶稣之后 你就进入了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叫什么国度 这个国度叫做上帝的国度 所以你进入上帝的国度 那你是离开了哪个国度呢 你离开了撒旦的国度 你说我不晓得 我以前哪有在什么国度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一个国度 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个国度 你不信耶稣 你根本不明白这些事情 你在那个国度里面 你去做这些世界上面的 做这些罪恶的事情 撒谎 你还不觉得这些是罪恶 你活在一个为自己而活 你活在一个 不是一个有盼望 有目标的一个人生 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不多 所以他就要把所有的人 都带着跟他一起去 因此当圣经在哥罗西书告诉我们 他用他自己的血怎么样 拯救了我们 将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 所以你是被迁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 亲爱弟兄姊妹 你我今天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那亲爱弟兄姊妹 请问你到你加入美国 做美国公民是为了什么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 戴口罩不方便说 我听得到没关系 你是为了什么 坦白讲很多华人 或者很多这些各个族裔的人 来美国拿美国护照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要享受美国的福利 对不对 这也是很多人 我相信可能也有不时而有这样的心态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信耶稣 为什么 为什么 信耶稣有平安 信耶稣有喜乐 信耶稣怎么样 是不是 你还没有信主之前 很多人告诉你 信耶稣真好 对你很好 常常请你吃饭 常常送你礼物 把你当贝斯 对不对 但是等你信了耶稣之后呢 你得了什么好处 你发现除了拿了受洗真出之外 所以很多教会里面 没有告诉弟兄姊妹们 信了耶稣之后要做什么 所以他以为他信了耶稣以后 然后大家就成为一个消费者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不是的 圣经里面让我们清楚地看见 神在创世以来 他的计划 他有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 他接着创造人类 要来完成他的计划 亚当夏娃是上帝所创造的 对不对 所以亚当夏娃做什么呢 他在那个地方看守修理伊甸园 那个就代表 代表上帝要人来做管理世界的工作 但是记得 亚当夏娃在夏伊甸园怎么堕落的 怎么堕落的 他怎么堕落的 我们是实体聚会 我再提醒一下 是怎么堕落的 魔鬼又 蛇诱惑他 那个蛇就是魔鬼 所以魔鬼诱惑他 请你记得 所以从创世的开始 魔鬼就在那边工作 他从那时候开始工作 他一直到今天还在工作 他要一直工作到 他有一天被打入怎么样 地狱火湖里面去 所以这个就是上次我们在读到的 魔鬼他失去了他天上的地位 是不是 魔鬼他被神这个把他摔下去 所以呢 他带着三分之一的天使 一起堕落到地上 那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失去了天空 但是呢 他仍然在这个地上 在那边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 因此我说 当你一进入了信了耶稣 你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度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就开始加入了耶和华的军队 Amen 跟你旁边说 我们是战友 弟兄姊妹 我们是同一个军队 你不要变成是把对方当这个敌人 OK 这是后话了 那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属灵征战得胜 我们讲到说 这个撒旦他是控告者 对不对 我们知道说他是这些的 他是那个迷惑普天下的 他的名字有很多 对不对 我们讲到他是古龙 他是大蛇 他是那一个欺骗的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 等等等等这些 魔鬼是这样子的一个 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 也不是来头不小 弟兄姊妹 你不要轻看 不要轻看这个属灵征战 我们对属灵征战 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的意识认识 那我们讲了 他失去了天上 但是呢 他到了地上来了 魔鬼气愤愤的 你看看 十二节说 他说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 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 他气愤愤的下到这里来 下到地上来做什么 魔鬼就是那世界的什么 王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魔鬼在地上不是没事干的 魔鬼他在那边殷勤的工作 他比你我还殷勤了 你知道吗 你在打瞌睡的时候 他不打瞌睡了 他殷勤的做工 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把 所有那些 那些世界上的人 按照神形象所造的人 都待往有一天 跟他一起到哪里去 到地狱或忽媚去 所以我们来看 那么龙剑自己被摔在地上 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 我们之前讲到这个男孩子 指的是基督 对不对 那这妇人是什么呢 好 我们上次也讲了 这个妇人指的就是教会 所以呢 你可以看见 魔鬼想要逼迫基督 魔鬼害了耶稣 对不对 魔鬼把耶稣基督定死之下 是吗 照他的计划里面来讲 他把耶稣基督除掉了 因为在这个创世纪里面 就有说 那个女人的后衣 要伤她的头 对不对 那女人后衣是谁 那女人后衣就是耶稣基督 是不是 所以魔鬼处心积虑的 他想要从耶稣基督出来 他要去试探他 在旷野十十天 魔鬼失去试探他 然后呢 最后他把他定十字架 他以为 耶稣基督定十字架 神的计划 就被破坏了 听众子妹 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上帝的计划 永远不会被破坏 Amen 人看起来好像是失败 但是耶稣基督 因着定十字架 因着他的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什么 魔鬼 看得没有 奇妙不奇妙 死亡应该是结束了 但是耶稣基督的死亡 反而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三天 他从死里怎么样 复活了 亲爱的听众子妹 所以他打不败 他没有办法打败这个基督 因此呢 他就接下来要逼迫什么呢 逼迫他的教会 逼迫他的儿女 逼迫 然后呢 你看 于是呢 有两个鹰的两个翅膀 有一个大鹰的两个翅膀 赐给妇人 叫他能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 躲避那蛇 他在那里被养活 一载 二载 半载 一载 二载 半载 其实就是 一年 两年 然后呢 半年 所以一年 加两年 加半年 是多少年 三年半 所以七年的 这个大 这个 大灾难的期间 前面的这个三年半 好了 所以 亲爱的伙子妹 我们今天 当我们在这里 讲到征战的时候 我们讲到的 不是一个 世界上的战争 我们讲到的是一个 我们人生 就在处在一个 属灵征战的人生 撒旦 在逼迫信徒 这里提到说 他要如因 怎么样 把他们 拯救过来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其实 是引用在哪里呢 在出埃及记里面 有提到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看见 约翰是从 从这一个 永恒神的角度 来看到这个意象 他看见 就好像是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这个魔鬼 借着法老王 你稍微如果读 这个对圣经 有一点了解的话 你就知道 法老就是预表 这个撒旦 撒旦 撒旦 接着法老王 来逼迫 以色列这个民主 是不是 好 那丢子妹 你看 今天撒旦 也仍然在逼迫 我们信徒 是不是 当年 以色列人 在埃及做工 你注意看 圣经上 怎么形容他们 他们 严严的 使以色列人 做工 使他们 因做苦工 绝得命苦 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里面 他们做苦工 做得真辛苦 去捡草 捡这些的 这个东西 来做砖 我曾经在砖厂做过一次 我曾经看过砖怎么做的 那已经是大概40年前的台湾了 那已经是算蛮落后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年代做砖的 我看过 但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做法 我说啊 我倒是没看过 怎么去用这些的草啊 什么这些来做砖呢 是不是 很辛苦啊 你想想看他们到去去捡这些东西 然后命令他们在大太阳底下 你知道到我到过埃及去 北非这些国家 那个夏天热得不得了啊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那边做工 但是亲爱的兄姐妹 还不仅仅如此 还不仅仅如此 法老王呢 最后使出一个杀手剑 叫什么呢 他要使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 通通都丢到河里面去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对不对 所以摩西在河中就被这个捡起来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法老王下令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出埃及记预表什么呢 出埃及记就预表 这个世界 埃及预表世界 巴别类预表世界 但是埃及这个世界呢 你可以看见今天你我 自从人类 这个亚当夏娃 堕落之后呢 神的一个咒诅就临到了 做男人的 请回答我 做男人的 被咒诅要做什么 汗流满面 财德糊口 是不是 那女人被咒诅是要怎么样 要生产之苦 这圣经上说 不是我说的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这个 如果人没有受到咒诅 人没有堕落的话 这个姐妹们生产 应该不会是苦的 只是无同生免 那弟兄姐妹 我们看见 今天是不是很多的人 甚至是神的儿女基督徒 我们在这一个世界当中 我们仍然被魔鬼 借着这个世界的工作 借着这个世界的 这些的 这些的一些需求 我们要过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们在 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在世界里面 辛苦的做工 弟兄姐妹 不要误会 我不是 我不是说 我们都不要做工了 保罗也告诉我们说 不做工的 就不可以吃饭 也就是说 从圣经上角度来讲 这个保罗也提醒我们 基督徒 在这个社会当中 也应当是 不是吃闲饭的 是应当要 就做正经事的 懂这意思吗 所以工作 并不是一个咒诅 请记得 但是弟兄姐妹 在法老 在世界底下的 那个做工呢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工的 那个目的 是为什么 今天如果你 做工的目的 你不是为着 神的缘故 你其实 你就是在服事 这个世界的王 你就是在 法老的底下 做工 你做得很辛苦 然后呢 魔鬼就告诉你说 成就 哎呀 你看你是老总 你看你是老懂 或者你是什么 反正不是总 就是懂 所以你看今天 在这个 可能我们在这里的 华人还好一点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真的是 你不做老总 不做老懂 你就不懂 你好像就已经被 走向了这条道路 现在你们说 其实今天我们 活在美国 这个社会之下 也是如此 那么不仅仅是 男人要汗流满面 才得虎口 看得没有 那就是什么 我再说 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要工作 但是神提醒我们 让我们看见 从整本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事情 神要我们过的人生 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 所以我的工作 我的婚姻 我的家庭 我做的一切的事情 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那是一个关键 今天还有很多的人 更糟糕的 是被这些罪恶 各式各样 各个形态的罪恶 所捆绑 在撒旦的手下 被这些罪恶 把他捆绑的 只有乖乖地来听着 我今天出来的时候 我们家的一个邻居 他是一个 Hispanic 那么 我常常回家 看着他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抽烟 然后喝啤酒 其实我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有一次 我们跟他聊天谈的 他也是一个 算是单亲爸爸 但是他没有带孩子 好像我没有看到他带孩子 所以可能是他 就是离了婚了 就一个人了 但我看着他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其实今天在美国 很多这样子的人 我也不知道 他的经济从哪里来 常常看到他 没有事情干 亲爱的同志妹 你知道吗 今天很多的人 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 也许你不是像他这样子 也许你没有像他那个样子 但是可能你也在 被某一种的罪 所在捆绑 你被某一种的影 所在这个捆绑 亲爱的同志妹 所以我们也被 这样子的罪恶捆绑 使得我们在撒旦的权势底下 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你看这里提到说什么 在刚才读的经文里面讲说 他说有大鹰的两个翅膀 吃给妇人 叫他能够飞到旷野 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死 亲爱的同志妹 你这一段经文里面 可以有各式各样的解释 有的人把它讲得很多 我们今天不在谈这些 太玄妙的解释 但是这个地方 它要表明一件的事情 这一个属灵的含义很重要 就是表明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 撒旦在逼迫他的信徒 撒旦用各式 用生活的重担 用罪恶来捆绑 要来挟制神的儿女们 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 上帝他永远是在掌权 上帝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Amen 上帝要来拯救他的百姓 这个 以色列人 他们在埃及做苦工 神就叫摩西去把他们带出来 记不记得 这个故事里面 然后你看在出埃及 19章第4节里面 他就提到说 他说我像埃及人所行的事 你们都看见了 他像埃及人行什么事情 他叫红海分开 是不是 以色列人怎么样 走过去了 当这些追兵 埃及的追兵来了时候 红海又合起来了 海水就把这些埃及的追兵 把他吞灭了 亲爱的兄姐妹 所以上帝在这个地方 讲这句话 他说你们都看见了 看见我 如应将你们背在翅膀上 带来归我 所以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进入了西来的旷野 亲爱的兄姐妹 就如同这里说的 他如应把他背到旷野 在那个地方躲在躲避那蛇 亲爱的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当中 虽然撒旦 他想要来压迫我们 想要来逼迫我们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因为上帝永远在保护我们 我们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这位上帝 他是那位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不吃脚的那位上帝 Amen 有一位在美国算是蛮知名的 一位牧师 他以前是一个西匹 叫Greg Roy 这个是他1970年代的时候的照片 那个年代 美国这个你知道西匹吗 所以当年 你们知道在美国有一个教会 也可以算他是一个宗派 他叫Cavary Chapel 那么这个Cavary Chapel 这个创办牧师叫做Chuck Smith 那Chuck Smith牧师已经过世 那么Chuck Smith牧师 当初他就是在海滩 常常看到这些嬉皮的人 在那个地方吸毒 在那个地方吸大麻 在那地方就是一群人 好像是社会的边缘人 他们过着没有盼望的人生 他看着他们心中有很大的负担 然后他就邀请他们来家中 然后就给他们开始 拜布斯大帝 就这样开始 所以Cavary Chapel就是这样子开始的 那么当年这一批信主的 很多都是这一类的嬉皮 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这个Greg Roy 那么他是什么呢 他是这个 他自己在讲了他自己的故事 他也提到说 他自己是一个单亲妈妈所带大的孩子 他的母亲曾经结了七次婚 所以他跟着他的妈妈 从夏威夷 佛罗里达 就是这样子搬来搬去 你想这样子的孩子 能不变坏吗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很violence 很不好的一个孩子 他自己称他是一个lost boy 但是在他17岁的那一年 他听到这个Chuck Smith 在带领查经 他在那个地方 被圣灵感动 他信了主 从那时候开始 他整个人生改变了 后来他在Colorado 从这样开始了一个 从这个那个查经班里面 他后来开始了 从几个家庭就开始了 一个fellowship 就是所谓的一个教会 然后后来成长成长到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他们在那个叫做Riverside 不是Colorado 在Riverside的Harvest Church 那他也成立了一个ministry 叫做Harvest Ministry 这个Harvest Ministry 专门就是在做布道的 所以美国的这个 美国教会的这个 应该是无人不知他的名字 他是等于说是 也是一个非常会布道的 一个牧师 所以他自己的教会 加上其他的分堂 加起来大概已经超过 一万五千人 在美国是一个很被看中的 一个牧师 那既然专门 忘了给你看看他现在的样子 专门我要讲的就是说 当我看了这些人的故事的时候 我就想到说 今天在美国有更多 有没有 可能比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我想在美国 有这么多的嬉皮 很多的人会觉得说 这一批人真的是反社会的 在一个一个所谓的美国 这样子一个所谓基督教背景的国家 怎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批人 但是今天你看见 美国的整个关系的时候 你看见吸毒的 你看见吸大麻的 你看见大麻合法化 你看见这件事情的发生的时候 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孩子们 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 我跟你讲 越来越多的人跟他 可能比他还过之而不及 我们自己的下一代在这里的时候 有时候我心里面在想 主啊 我们到底怎么样子 去回应这个世代呢 我们做华人的基督徒 难道我们只是为了我们这一代吗 难道我们只是顾着 我们自己这一代的 这个所谓的美国梦吗 不应该是这样子 是不是 但是当我看到 这个Greg Lloyd的他的故事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我没事情讲 也是Kiverley Chapel的 Kiverley Chapel Chill Hill的主人牧师 他也是 我就看了这些人过去 就是这样子的 好像是一个很残缺的 一个破碎的人生 本来他的人生 应该是没有盼望的 但是上帝怎么样子 把他们这样子拯救出来 Amen 撒旦今天无孔不露 用各式各样 用这些毒品 用这些色情 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今天在奴隶 奴隶这个他的百姓 但是兄姊妹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上帝他能够拯救 Amen 上帝他能够改变 上帝要在这一个世代里面 他要保护他的儿女们 那兄姊妹 他这个撒旦 在这个地方提到说 他跟谁去征战呢 你注意看 在这个地方 十四节这里说 十六节这里说 他说龙像妇人发露 去与他其余的儿女争战 好 那这里讲的说 其余的儿女争战是谁呢 这里接下来就说什么 这个儿女 就是那守神诫命 为耶稣做见证的 守神诫命 这个守 就是遵守的意思 保守 keep 保守 那么这个 在原文里面 它是现在分词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表示说 它持续不断的 它不是一时的保守 它是持续的 它持续的遵守神的话语 那么你看 接着它讲说 为耶稣做见证呢 这个做 做见证 传扬 见证 我今天看到一个车祸 所以法庭请我去做见证 这叫见证 对不对 我今天经历过这位耶稣基督 我知道他 我信主之前是怎么样 一个信主之后是怎么样 我经历了这位耶稣 插在我身上的改变 我把它说出来 这叫做见证 对不对 那弟兄姊妹 每一个基督徒 都应该有见证可说 对不对 是不是 如果你没有见证可说 那反过来就说 你有没有经历这位耶稣 懂我说意思吗 如果你有经历这位耶稣 你就一定有见证可做 因此呢 他说 为主做见证 好了 在这里提到这个做见证 这个做这个字 其实他原文也是现在分词 也是表明一件事情是说 你不断的 你是不断的有耶稣的见证 你不断的在为耶稣做见证 哇 那如果我们读到这里 你就知道一件事情了 在末世的时候 魔鬼要逼迫那些遵守神话语 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你说 哎呀 那好险了 不会临到我 这个逼迫不会临到我 难怪今天很多基督徒啊 没有什么逼迫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 你根本 你反正你跟世界上的人 也没什么差别的时候 魔鬼对你都没什么兴趣了 说实在的 我们都听过那一个 那个鬼的故事 对不对 那个举例 对不对 一个教堂这个上面有好多鬼 在那里取末乱舞 那么另外一个教堂上面呢 只有一只小鬼在 请问哪一只教 哪一个教堂比较复兴 哪一个 哪一个 多的还少的 多的对不对 所以现在临凉堂上面 应该是几个鬼啊 很多 感谢赞美主 千秋子妹 这个属灵的真战里面 你可以看见 如果一个人 他根本不爱主 他根本就是跟这个世界一样 魔鬼对你都没兴趣 但什么时候 当你起来爱主 什么时候 当你要对主的话认真 什么时候 当你起来 要来传扬主的见证 传扬福音 我告诉你 反立志进前度日的必定 怎么样 受逼迫 最近在 最近在美国 有一个小学的 这个 这个Virginia 有一个小学的教师 他是体育老师 那么学校呢 举行这个 就是说要 你知道 拜登不是 这个已经通过了一个法案 是不是 什么平权法案 就是LGBT 要这个 不可以歧视他们 什么的 搞这些东西 所以呢 这个Virginia 这个小学呢 他们董事会 他们就 这个决定 要这个 执行这一个政策 那这个老师呢 他就表明 他说 我把他的原话这样讲 这个学校要他做什么事情呢 要他们就是说 在使用学生的名字 或者是代名词 懂这意思吗 可能会出现疏忽 所以呢 就是说 他就是要 这些老师们 你不要 你不要 弄错了 你要让学生 他们自己去选择 他要用什么 你来称呼他 举例来讲 比如说 他说 你教我的时候 你不要说 He 你要说 She 懂这意思吗 好 我是男生 我生理上是男生 我叫Mark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改了名字 因为我觉得我是女生 我叫Mary 不是你这个Mary 好 那你要叫我Mary 因为我认为我是女生 所以我称我的名字叫Mary 你要尊重我 你如果还叫我Mark的话 你就违反这个法案 兄弟妹啊 你会不会觉得很可笑 怎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就是如此 但是这一个老师 他怎么说 他说 他说我爱我所有的学生 但无论后果如何 我都不会对他们撒谎 我是一名教师 但我首先服务的是上帝 我不赞成 称一个生理上的男孩 可以成为一个女孩 反之亦然 因为这违反了我的宗教信仰 很勇敢 他有一个视频的 是被录下来的 很勇敢的发言 亲爱的兄姐妹 他因为这样子的发言 结果被学校 就叫他 叫他去休假 叫他去休假 就因为这样子 叫他去休假 然后呢 说学校要再经过调查之后 再来做处理 后来他就去告 就去告法庭 感谢主 最近这个 后来这个法官 判决学校不可以这样做 因为学校要尊重 他的宗教信仰 但是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 还没有结束 那么在这个学校 同时就在 他这件事情之后呢 学校的董事会 就开一个类似像 工厅会 邀请家长们来发表意见 结果呢 这个整个的这一个 类似像工厅会的 在说明这一个法案的时候呢 学校要执行 他们要给他们 有个机会 你们来问问题 或者是来做一些的 发表你们的意见 结果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 在这个当中发表意见 反对这样子 学校这样做的时候 最后有两个人 被警察把他逮捕 丢准备 这是就在美国 最近发生的事情 因此如果今天 你要为这守神的诫命 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要受逼迫 亲爱丢准备 我巴不得我们今天 林良堂的丢准备们 如果你今天小孩子 还在学校 不管是小学中学大学的 你应当积极地 在学校里面参与 我就回想起来 当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 师母那时候 除了一方面做师母 他同时 他非常involved在 这个学校里面 家长会里面 经常有学校的活动 他跟着带着孩子 然后去家长会去帮忙 说实在的 很多时候我们在 美国的这个社会 我们觉得 我们英文不够好 等等这些 所以你因为这样子的 一种自卑感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融入 你懂这意思吗 我跟你讲 你就是有靠着上帝 语言不是最重要 跟你旁边说 语言不是最重要 你们都没有信心 真的 亲爱兄姊妹 如果我们一直认为 如果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是少数 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不是本地人 你一直不参与在本地 你不关心本地的事情 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的孩子 回来告诉你说 我是要是要变性人 因此这个 那个Franklin 就是格里汉的儿子 葛福利牧师 他好几年前 他就大声地呼吁 他到全美国 五十州举行布道会 他就呼吁基督徒 要进入家长会 要进入学校里面 那弟兄姊妹 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们今天 我们的 弟兄姊妹 我曾经讲过一篇道 我讲的时候 我在记得 他在大学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 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是说 今天我们只传福音 事实上 福音本身 包括社会关怀 社会关怀 社会的参与 跟这个福音 这两者是同时并进的 如果基督徒不参与 不关心这个社会 你最后就会发现 别人就把你边缘化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今天 送这些口罩 我们送这些东西 给我们的community干嘛 我们从那边得到 得到什么好处吗 没有啊 我们知道这个社区 我们要对他们有影响力 我们要关心他们 Amen 当我们去关心的时候 那么你会发现 他们就会来听你的声音 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凡是立志敬前的 你要遵守主的话语 你要持守为主做见证 你要有心理准备 在这个世代 你一定会面临逼迫 可是我们今天 怎么样子能够征战得胜呢 上次我们提到 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对不对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相信 耶稣基督的救恩 我们相信什么时候 我们虽然我们犯罪 仇敌借着罪 来控告我们 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认罪 仇敌就不能够 对我们做什么 但是今天我特别要强调 接着在这个 在这个十一节 他说弟兄胜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 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又在讲到道 看到没有 你可以看见 神的道 神的话 道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 就是在属灵征战里面 是做攻击用的 圣灵的怎么样 宝剑 圣灵的宝剑 你看属灵征战里面 没了 这宝剑一亮 魔鬼就跑掉了 弟兄姊妹 圣灵的宝剑 在属灵征战里面 你可以看见 这个就是一个攻击的武器 对不对 但是亲爱弟兄姊妹 欧美的教会 也正是在神的话语上面 受到了破坏 受到了这种扭曲 最后走到今天的地步 从最早的时候 新派神学开始 影响教会 影响神学院 我今天没有时间讲 我曾经讲过 新派神学 新派的这些思想观念 耶稣是完美的人 但是耶稣他不是神 你听过吗 耶稣的这些神迹都很好 但是是神话故事 你听过吗 亲爱弟兄姊妹 有这样教化吗 有这样的教会吗 有 美国这样子教会很多 所以这些教会 走到后来 你想没有上帝的 不相信上帝 不相信耶稣是神的教会 他还会 最后是怎么样子增长吗 如果会增长的话 那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人 魔鬼 用 你知道魔鬼也会用神的话 有没有 他来试探耶稣 但是魔鬼会退死神的话 是不是 魔鬼会扭曲神的话 所以耶稣在旷野兽试探的时候 耶稣三次回答魔鬼 都用神的话 第一次他说 人活着不是怎么样 单告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 一切话 是不是 他知道肚子饿了 说你把这个石头 你可以变食物出来 变面包出来 让你自己能不吃饱 耶稣就回答他 接着第二个是什么 他要 他要以什么 耶稣拜他 是不是 哎呀 我就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你 是不是 哇 你看这万国的荣华 我都要给你 我是世界的王 但是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 他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单单的要来侍奉他 接着最后 这个 最后耶稣回答他 第三次回答他说 当拜主你的神 单要侍奉他 对不起 刚才应该是这一句话 就是要他 这个拜 要魔鬼要他拜他的时候 耶稣回答他是这句话 那么第二个是 他要他跳下去 那耶稣告诉他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那接着就是什么 耶稣神的儿子 他面对魔鬼的试探 他尚且需要靠神的话 你我今天面对魔鬼的攻击 魔鬼的试探逼迫 你靠什么呢 我告诉你 靠你自己的学问吗 靠你的口才吗 靠你的经验吗 你打不过他的 你打不过他的 只有单单依靠神的话 所以魔鬼知道这一点 所以魔鬼就想尽办法 要把他的话 把神的话怎么样 把他扭曲 把他误解 这是一个 这个在我们洛杉矶 在加州洛杉矶 这个复乐神学院的 一个伦理学教授 他是 他是已经过世了 他这个大概 2006年的时候过世了 那么这个 这个教授 他在复乐神学院 是教这个伦理学 也教神学 也算是早期的 复乐神学的 一个很著名的 一个教授 可是你知道 他在他的 这一个视频里面 这是一个视频 解出来的图 他在这个时候 我听了他这个视频的 大概差不多是几十分钟的 三十四十分钟的 一个演讲 讲到什么呢 讲到对于这些 同性恋人的 他的看法 简单的说 他觉得圣经 没有 要我们去 不接纳 去定罪 这些同性恋的人 那我们都知道 罗马书第一章 保罗在 我们刚 我们都知道 罗马书 这是罗马书 对不对 我把那几个关键词 把它放大 有没有 他说 女人把 顺性的用处 变为什么 变为力性的用处 那什么意思 你如果还不清楚 你到后面 你就可以看见 他后面就讲得很清楚了 保罗说什么 男和男怎么样 行和羞耻的事 那是什么事 这里讲的是 同性恋的性行为 男的跟男的 女的跟女的 有性的行为 可是你 我没有时间讲 但是 他把这段圣经的解释 你一般如果对圣经 不是那么了解的人 你听一听 你还觉得 他真的有道理了 你就可以知道 连神学院的教授 讲这一段圣经 可以讲出一篇 支持同性恋的 所以 他的这一个 这个视频 被那些台湾的 那个什么 同志教会 有一个同光同志教会 就把它翻成视频 有中文的 所以他讲英文 他有中文的 是他们把它翻好的 已经很多年 大概七年前 就翻好的 那所以 你就可以看见 这些人就用 这个教授的 这一个说法 来作为他们的支持 那其中他用了 很多很nice的 一些用法 他说 这些人 they love God 他们这些人 他们也很爱上帝 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用这个记得 我们爱罪人 但是我们恨恶罪恶 所以我们也不要变成另外一个极端 当我们停到同性恋的这些人的时候 不是说我们要把它推出教会文外 你懂我意思 我们更应该教会里面 更应该有更多的人 起来去关心 去爱这些人 可是我们关心这个人 但是我们不能够认同 他们所犯的罪 你懂这意思吗 可是今天在美国 已经变成是 很多的教会 长老会 卫理工会 联合卫理工会 信义会 很多为了这一个LGBT的问题 已经造成分裂 都拿圣经里面来说 你可以看见 今天神的话语 在教堂里面已经被 扭曲 被摧毁 所以我们要为着所见证的道 就是神的话 所见证的道 意思说这个道不是只是一个知识 这个道是见证出来的 这个道是要说出来的 这个道是你自己去经历的 今天很多美国的 这些政治人物 他也说他是基督徒 他也说他是相信圣经 他也用圣经 你懂我意思吗 最近的英国的首相Johnson 他不是也引用圣经吗 有人问他说 他说你是基督徒吗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引用圣经 余完人说 人家问他说 你相信上帝吗 他就引用一段圣经 余完人心里说 没有神 余完人 那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他相信神 请问你们都认识 这个英国首相强生吧 请问他是单身的 还结婚的 最近结婚对不对 哦 You know 所以换句话说 他在结婚之前 他跟了女的是怎么样 你懂我说的意思吗 这是一国之君 他说他信神 我不知道他信的是什么样 一位神 了解我这意思吗 拜登说他是天主教徒 他最近回他的家乡的教堂 去聚会 因为那个地方 有他自己的一个女儿 还有他的前妻 就是过世的前妻 都葬在那个地方 那么教堂里面的这些主教 什么神父就欢迎他 叫他们好 可是你知道吗 拜登一上任之后 他一连串颁布的这些的法律里面 其中一个触动了天主教的神经 是什么 就是堕胎 所以天主美国的天主教团 他们开了一个会 他们决定说 他们要拟定这个 这个一个一个什么什么书了 一个 document 就是一个文件 要对于这些参与政治的这些公众人物 他们如果 这个公开的表明 他们是支持堕胎的话 那么天主教团 要禁止他们领圣参 你知道领圣参在天主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基安兄姐妹 拜登 他如果是天主教徒 他如果真的相信圣经的话 我不知道他的圣经跟我们的圣经 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天主教圣经跟我们不一样 但是我意思是说 我不知道他怎么去解释圣经上里面 许多有关这个 这个有关这个生命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见 今天很多啊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面 有很多说是基督徒 说是天主教徒 但是对神的话语不清楚 甚至糊离糊涂 亲爱的兄姐妹 跟你旁边说 你不要糊离糊涂 亲爱的兄姐妹 我们今天需要 今天在这个末世的世代 上帝的 上帝的要呼召 那些他的儿女们 是愿意为这真理 能够站得住的 不仅仅是会说 不仅仅是懂身体 而且要能够把这个真理能够活出来 Amen 如果有一天 我们也面临到 像他们所在的会址 或者是求一行 你是不是能够为真理的缘故 能够站立 也许不需要到那个地步吧 不需要去都做了总统 就在你的工作岗位 就在你自己所生活的 就在你自己的家中 你愿不愿意为着主的话 为了他的道 你愿意付代价 为了福音 愿不愿付代价 兄姐妹 我们都知道要遵守主的道 对不对 大使命说 去死外民做主的门徒 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请问 请问 有多少人 你真的觉得大使命很重要 你真的觉得福音 是我人生的中心吗 你真的把传福音 当作是这么样子 重要去看吗 我觉得 我想很多时候 我们不敢去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教会要做幸福小组 我想我们碰到最多 弟兄姐妹们的一个 一个回答就是说 我没有时间 弟兄姐妹 坦白说 没有人有时间 但是假设 今天有人告诉你说 现在股票 你买哪一个公司的股票 我跟你讲 保准你未来十年 它一直上升 你会发得不得了 你会不会去买 我们这些都不会 我们这边都是圣徒 亲爱的兄姐妹 我最近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个 开始这个 牧者 我们开始这个 RPG的祷告 这个复兴祷告小组 我们的祷告 那祷告里面 都要为贝斯祷告 是不是 被贝斯祷告 居家避疫了 这贝斯在哪里呢 那就是我的邻居了 对不对 最多能够看着他 以前他们 他们常常看到我说 哎呀 牧师你在啊 因为我都是 这个好像是 回去Temple City 好像是旅馆一样 现在居家避疫了 所以比较多看到了 所以他们就成为 我的贝斯了 还没信主了 就成为我的贝斯了 就成为我传福音的 这个这个祷告的对象 我们天天在那边 祷告祷告祷告 哎呀 好 那结果 我记得我曾经提过 我有个邻居 那么他的 这个夫妻两个人 都是从广州来的 这个也是 以前也是做医生的 那么 可是最近他的先生就 之前其实就因为中风 所以后来就有点 在医院里面经常躺着 到最后就变成是 喉咙就一直吐痰了 吐不出来 就常常就是 每一次就是 这个吐痰是一个 很痛苦的事情 我们就在隔壁邻居 所以每一次他在那边 要咳嗽的时候 哎呦 我们真的是替他着急 因为他那个真的是 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么所以呢 我们就一直在为他祷告 我常常就为他祷告 最近呢 我有一天 经过他们家的门 我看到他的太太在那边 坐压卧 我就问他说 哎 怎么样 最近好吗 他说哎呀 他就马上就跟我讲 他说 哎呀 我的先生 去疗养院了 我都还没有问太多 他就主动跟我讲了 好 我说啊 去疗养院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好 我说那找个时间 我去看他 我是真的是要去看他 我不是随便说一说的 所以那个是 礼拜一的跟他讲 但是中间 因为有一些 教会的一些事情 安排预备等等这些 所以我一直到了 这个就是礼拜五 哎 礼拜五 不是 礼拜四 我就在礼拜四 我就在礼拜礼拜四 我想下午时间 是一个比较 有时间去看他 所以我就跟他的太太联系了 然后他就跟他约好了 下午三点钟 他说他会在 他会在那个 在那时一会等我 那我就去了 我就从我们家开到 七分钟就到了 到了之后呢 我就心想说 哎呀 这个就进去了吧 就一进去 那个门口的护士 就跟我讲 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进来啊 我说要怎么样 他说 他说你要去 他说你要这个 去那个做检测 我说检什么测 他说COVID的检测 我说COVID检测 我说我打过疫苗来 他说打疫苗也一样 他说你还要去做检测 哇 然后呢 我说到哪检测 他说他们这个 这个就有一个地方 就在一个office里面 他说你就在那边 外面等 他说你就去那边 这个做检测 我去那边去做检测 检测完了之后呢 他说要等十五分钟 哇 我当初心想说 哇 我没有想到 我以为收入就直闯极路的 怎么还这么麻烦啊 但是我就想起 杨牧师记得起的 高雄福气教会的牧师 讲了一句话 还记得吗 没有 没有付不起的代价 只有看不见的价值 我说好 这个代价要付 我就在那边等了十五分钟 检查出来之后 证明是 没有COVID 感谢赞美组 虽死也不怕 为了福音的缘故 亲爱的兄姐妹 虽死也不怕 为了主救见证缘故 虽死也不怕 其实当他这样做检测的时候 我也觉得开始有点 心中有点想说 真的好像蛮严重 后来做完检测之后 进去 我自己带了一个KN95 我心想到 这种Nersing Home 这个最严重的地区 带KN95 没想到 他一看到我KN95 他说这个不合 他拿给我一个N95 大概他不相信KN95 给我一个N95 带上去 那个KN95 把我包得真是呼吸不过来 然后在做检测的时候 在我鼻子里面这样子弄 他又不是这样子靠近我 你知道吗 他叫我在窗口那边等 叫我面向那边 然后他就这样子 那擦了我鼻子 真是难过 所以我又有敏感 所以他擦完之后 我就在那边打喷嚏 就流鼻水 等到我进去 带上那KN95之后 又再流鼻涕 你说我怎么呼吸啊 还不单单戴N95 他还叫我戴什么呢 再戴一个face shoe 这就是我 还要穿防护服 全副武装进去那边 我这拼命祷告 我说主啊 我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来看他了 这一次一定要把他 该挂蛋杀 一定要把他得着 所以后来我进去之后 我就跟他寒暄了一下 然后我们这个邻居 就帮他先生眼睛 因为他一直都在昏睡 把他眼睛戳一戳 让他醒过来 我就开始这边跟他讲 我就说 我很简单就跟他讲 我说我认耶稣爱你 上帝你不要担心 这时候我为你祷告 好吗 主耶稣要拯救你 你今天就要来认识他 你就要来信靠牙 好 我跟你祷告 我就带他一句一句地祷告 感谢再美主 当我带他一句一句地祷告 我心想这个太太 因为他已经不能讲话 我就请他的太太说 我说你就跟着我一起repeat 所以他太太就在他耳朵旁边 大声地也跟着我一起祷告 最后一起来接受耶稣基督 完了之后 我本来心想说 我要帮他施洗的 后来他这个太太主动跟我讲 她说 她说格牧师啊 你是第四个来看他的牧师 上一个牧师 已经替他在这边 已经替他洗了 哈利路亚 阿们 阿们 谢谢你们 稀稀落落的掌声 给耶稣一个大的掌声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地上有一个人得救 在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呼 阿们 你知道吗 我从来 不是说从来 我因为这是自己的邻居 天天听他讲 我就真感觉那是一个争夺战 你懂我意思吗 他那个不知道哪一天 他可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愿你我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都成为一群抢救灵魂的人 阿们 为耶稣做见证 至死 虽死也不怕 阿们 我们去祷告 主耶稣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想到主啊 这个世代 有这么多的问题 有这么多的罪恶 有这么多许许多多的灾难 亲爱的主啊 主啊 但是我们知道 主啊 我们有这一位永恒的主 主啊 不管我们是在面临到 什么样子的难处中间 我们知道这位主 是那位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一直到底的主 但是亲爱的主 让我们不是一群退后 一群好像被动的 乃是一群主动的 愿意为主来做见证 愿意在这个世代 坚守神的道 主啊 让我们在末后世代 面临到撒旦无情的攻击 我们都成为了一个得胜者 能够为主站立 坚持主的道 至死忠心 谢谢耶稣 你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 谢谢